进入2000年以来 我国陆军的炮兵部队迎来了飞速发展的时期 各种先进的火炮层出不穷 比如先进的火箭炮和榴弹炮等 尤其是军改后 基本上现在形成了集团军 集团军署炮兵旅署炮兵营等固定编制 其中加入了新型的卡车炮 这种火炮相比老实的嵌影式榴弹炮 具有高机动性 公路行程员 低成本等限制的优势 而被世界各国的机械化部队 大量装备 别看名字图 实际上这是兼当武器 世界上能够制造出卡车炮的国家寥寥数计 炮兵里装备的是新型155毫米卡车炮 而铝手炮兵营则装备的是新型122毫米卡车炮 形成高低搭配的新模式互相处战 而印度方面 似乎是看到了卡车炮 近几年在我军炮兵中的出色表现 与其也深战了自己的一款卡车炮 印度版卡车炮 由印度一家私营公司独立制造的 印方给予的名称是 TC20-105毫米卡车炮 安装自行设计的四乘四的轮式底盘上 此款武器的外形和中国生产的122毫米卡车炮 外形非常相似 不过军事专家认为 虽然印度的卡车炮外形 类似中国的新型122毫米卡车炮 但是其内核是完全不一样的 可以从以上两个卡车炮的核心指标 来分析一下印度 这款卡车炮与我方的新型122毫米卡车炮 有无可避之处 中国国产新型卡车炮 搭载的是一门122毫米 32.7背径的中型榴弹炮 当前这个口径的火炮 在我军属于驴 营作战部队主要的火炮系统 负责以取射火力攻击地方目标 122毫米榴弹炮的常规弹药 重达23千克 其火炮装药也达到了3.2千克 虽然说没有155毫米那么多 但是威力可以说完全够用了 根据苏联的炮兵数据统计 图标表上显示 一发122高炮弹 可以打出2×2.5米的大坑 可以直接摧毁钢筋混凝土攻势 而破坏范围则可以达到1200平米 射程方面 30千米可以轻松达到 如果是制导炮弹 则可以达到40到50千米的超远射程 印度的卡车炮 则是搭载一门口径更小的 105毫米榴弹炮 这种口径的榴弹炮 今天差不多 在各大国正在逐渐退出现役 这有两个原因 首先就是威力太小 一发炮弹重大 11至15千克 火药装药量1.5至2千克之间 针对兼顾目标力不从心 即使是122毫米榴弹炮 面对非常坚固的设施 摧毁都是比较费劲的 第二就是其射程 105毫米的火炮射程 只有可怜的十几千米 这个距离相比 122毫米榴弹炮的射程来说 还是太近了 因此从综合性能上面来说 105毫米榴弹炮 相比122毫米榴弹炮来说 并不占据任何优势 新型122毫米火炮的 火控系统子系统 都是目前我军最先进的 PCL181卡车炮的同款系统 根据军事专家的估计 新式122毫米卡车炮 配有更加完善的火控 高低机 方向级以及最先进的 卫星导航系统相组成 可以通过光纤寻北夷的 北斗导航系统组成 提供更精确的定位地址 必要是可以通过陆军 其他单位的无人机 进行火炮精确指导 新型122毫米火炮的 卡车底盘装有一个 液压式的除产 火炮就位时 就可以迅速的固定卡车 以免射击的时候 后座里影响二次发射的精度 新型122毫米火炮 采用全新的模块设计 和先进的数字火控系统 可以使火炮和其他单位 进行互联互通 自动化指挥和控制等任务 为了顾及火炮班组人员 和体力便捷性 行使122毫米卡车炮 会有一套半自动填装系统 炮组成员可以直接把炮堂 放入拖弹盘上 由运输机直接装入炮堂 省去了炮堂装填的时间 而印度的105毫米卡车炮 则看上去并没有新式 122毫米卡车炮 装备的数字化系统 和卫星导航系统相组成 上面任何天线都没有 优策也没有半自动填装系统 如此看来 实际上就是一款自行火炮而已 没有任何的高科技加成 就是一门把1050千银火炮 安装在车上 如果这样的话 那么和中国的新式 122毫米火炮 则没有任何的科比性 这只是临时拼凑的一个 憋脚祸而已 虽然五代机自研发出来 已经过去了十几年 但目前世界上 仍然只有三个国家 拥有自主研发的五代机 这也导致了 还有许多国家 想拥有自己的五代机 而印度就是其中之一 经过东方的求购污果后 印度方面开始下定决心 要自己建造五代机 为此 空军元帅亲自对媒体宣布 印度将独自建造五代机 另外他还透露 印度除了拥有 自研五代机的计划外 还计划研发六代机的技术 研发出来后 他将胜过俄罗斯的苏-57 甚至超过歼-20 但面对另一款美式战机 F-22时 他还是很谦逊的 表示他会比F-22稍差一些 不过在近日 印度五代隐身战机的模型 曝光后 外界纷纷认为 这位印度元帅 只是口开而已 据《环球时报》的消息称 在印度日前举行的 印度航空航天展 2021的国际航空展中 曝光了一个重磅燃品 即印度的国产下一代战机 AMCA的新型号 据了解 这款由印度自行研发的五代机 自2019年12月就开始了 而AMCA核心技术 则是由法国提供的 极引型技术 不过这并不令人意外 一个连炸药制造 都有质量问题的国家 很难指望它制造出 五代极引型这样的高难度的产品 即使是中国现在 也不敢说能制造出 领先世界技术的五代机引型 关于AMCA战斗机模型 在本册航展上的最新亮相 很多网友在印度推文下面 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此外 除了一些倍感振奋的印度人外 也有不少人对此模式 表示出了不解 举例来说 因为机身下面挂载大量的 外挂武器和装备 所以外国网友们 普遍质疑这架战机 看上去并没有隐身这一功能 也有网友直接用FC-31克隆体 来表达他们对AMCA外观的不满 纷纷吐槽 这不就是中国的FC-31的山寨版吗 外形充满了中国的味道 值得一提的是 在看过具体的模型后 不仅是网友们 在嘲讽印度的新战机 就连美国军事专家 不肯再看到这一模型后 都称其为印度版的 FC-31隐形战斗机 但也只是相似而已 毕竟AMCA新型号 可能真的没有达到 隐身战机的标准 就单挂载武器的吊舱 等相关设备而言 根据航空展上展示的模型 可以看出 印度的AMCA 在机翼下方设置了 六个可拆卸的挂点 在机辅处还设计了 一个特殊的弹舱 弹舱内可携带四枚弹药 而没有看到与F-22 相似的侧弹舱设计 另外 在机头下方也有吊舱挂点 而根据印度方面 公布的资料可以知道 AMCA新型号 没有像F-22 F-35那样的光学传感器 因此能够确定 其机载精确制导武器 在瞄准目标时 没有可能借助 挂在该吊舱上的 相关导航设备 于是问题来了 目前为止的五代机 因为讲究隐身性能 所以只能内置弹舱 印度人总不可能研发出一架 外置弹舱的第五代战机吧 无论AMCA的新型号 究竟是不是第五代隐形战机 我们暂且不提 但可以预见的是 它的研发势必会一次又一次的跳票 就像最近刚服役的光辉战斗机一样 尽管有法国以色列等国的技术支持 但依旧延迟了十几年的时间 才准备量产入役 一方面是因为 印度国内的技术产业实力较弱 另一方面则是由于 印方的好高物源 动不动就想加装新功能 这是原本技术储备不足的 印度研发机构 面临更大的困难 因此印度方面 最终很可能还是要购买 俄制五代激进机 长期以来 西方舆论经常出现所谓 中国窃取外国技术制造武器的荒谬论调 但没有任何机构 能够就此给出实质性的证据 例如 美国国家安全局顾问 博尔顿曾宣称 G20战机使用了 窃取自美国F35的技术 然而 他给出的理由仅仅是 二者看起来非常像 即便这两架战斗机的外形 有着肉眼可见的差别 结合早期报道 今日俄罗斯网站 此前就对博尔顿的有关言论 给予了嘲讽 指出隐身概念 要求飞机具备特定的机身外形 这导致不同国家的飞机设计时 推出的隐形战机 看起来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相似 然而 相比于歼二世 英国 法国 和土耳其等国的新型战斗机方案 明显更接近于F35的外形 因此 基于博尔顿 看起来像 就是偷窃的逻辑 美国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 将自己的盟友 也列为嫌疑人 据了解 国防部部长新闻发言人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吴谦曾在2020年6月24日的 记者会上指出 一直以来 中国坚持走独立自主的科研之路 在一系列高科技领域 选择了令世界熟目的成就 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事实 美方的无端指责 不过是其受迫害妄想症的 就一次爆发而已 了解